2022年終於踏入第四季 相信過去這九個月對於不少投資者來說 都是非常難捱的 標普500指數足足連續跌了三季 對上一次標普500指數連續跌超過三季以上 已經是2009年的事 一直困擾大家的消息 例如各國央行進取加息壓制通脹 又或者是俄乎戰爭衍生出來的能源危機 中國疫情防控等等這些問題 似乎仍然未去完結的一天 衰退的風險仍然存在 接下來第四季 究竟投資者可以怎樣部署呢? 一連兩集我們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第四季環球投資的重點 我們就把這些投資重點 簡單地歸納成為一個英文字 就是IDEA IDEA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著一個主題 今集先和大家講了I和D 第一個主題I代表著Income 即是派息 我們現在看回現在的市議 聯儲局最關心的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PCE 最新8月份的數字顯示 即使油價回落了 其實都幫不到物價的顯著回落 美國的通脹仍然在高位復復 聯儲局自己都要預計 去到2024年之後 才會有機會回落到2點多的水平 另外美國8月份的失業率 雖然這樣就稍微回升了3.7了 但其實就業市場仍然還是強極 聯儲局有需要和空間去繼續加息 如果繼續加息 就意味著企業資金的成本會上升 對於股票的壓力其實會比較大 在這些市況之下 一些防禦型的辦法 例如是公用股 必需消費品等等 其實會比較有利 因為相對上他們的業務發展比較成熟 而面對著通脹 又或者一些衰退風險上升等等的風險 他們也有機會有一個較剛性的需求 也有一個不錯的成本轉介能力 做重因素加上他們相對穩定的現金流利潤 加上部分公司會將利潤透過派息 分派給股東 這些都是大家發掘income的機會 只看回後市 其實現在美股的股值已經大幅下滑了 有機會吸引到投資者入市 我們對於美股的評級 仍然維持在中性 對於一些股票 或者股票基金的投資者 現在市況仍未明朗 用一些收息的組合 收著息 收著 income 去防守 其實是比較好的 第二個主題就是 D Duration 對於債券投資者來說 存續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究竟存續期是甚麼呢 大家首先要明白兩個關於債券的基本概念 第一就是債息和債價是成反比的 加息債價就會跌 減息債價就會升 第二就是短年期 即是快到期的債 他們的存續期是比較短的 有些長債沒有那麼快到期的 他們的存續期就比較長了 存續期就是影響著債價和債息中間的敏感度 存續期越長就代表債價和債息中間越敏感 同樣是加息一來 一些敏感的債的話 債價的跌幅就會比較強 如果我們用一些很簡化的數字來看 年初至今大概聯儲局就加了3厘息 存續期一年的債 這段時間債價就會跌3% 一些更加敏感的債 例如5年存續期的債券 同樣是加息3厘 他們的債價有機會跌至15%左右 大家就可以見到同一個加息幅度 存續期比較長的債 債價的跌幅會比較大 當然現實世界有更多的變化 這只是大幅簡化了的例子 講完基本概念 我們就講回現在的市房 如果我們看回剛剛聯儲局9月份議息會議之後的數據 首先 點陣圖就顯示了 聯儲局的委員評估年底的時候 利率就會去到4.4%左右的水平 而同一時間利率期負也都反映著 年底利率去到4.5厘的機會 其實已經超過了一半了 換言之剩下兩次會議 分別11月和12月兩個會議 一共加息1.25厘的機會是非常之大 我們就預計利率要去到明年第一季才有機會見頂 聯儲局繼續加息 對債價當然就會構成壓力 而我們當然就不想債價跌得那麼厲害 債價和債息之間的敏感度當然就是越低越好 換言之 存續期的duration就要夠短了 所以一些短年期的債 甚至一些浮息的債 就在這個市況之下是比較理想的 各位投資債券的時候 或者債券基金的時候 就記得要考慮一下 一些短duration的債 今集就和大家簡單地介紹了 我們第四季投資主題 idea 裏面的i和d 下一集當然就會和大家說 剩下我們的e和a 簽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